当我做了一个吃豆地图 放上地板 加上围栏 放上灌木丛 加上中型植物 放上豆子 加上地板 放上硬糖破碎地板 加上跑酷 放上豆子 太太明响了 再开饭了 哎呀 进来就看到我个小跑酷 直接上去 五分豆旁边有东西 有什么东西 先把五分豆吃了再说 好家伙 原来在这藏了个传送门 这豆子藏这么高 现在上面还有一分豆 我们上去吃了 这后面的机关 看起来简单多了 不是 这还有学会 这样也能隔屁 吃这几个一分豆 是真不容易 这边还有个花圃 我们继续吃 不过一般花圃里面 要有豆子 我看看 完了完了 彻底的完了 能看到 现在花圃里面 都是传送门 这个作者肯定是个老六作者 终于吃完了 没想到广场上还有个传送门 相信灌木丛 左边灌木丛最后一个 好好好 还能这样玩吗 让我试试 再试试右边吧 不过刚才好像说的是最后一个 好好好 我们再试试另一遍 没有一个是真的是吧 还是看看这边的盲盒 下来就看到这么多豆子 哎呀 都是豆子 不过这样开盲盒 还是太慢了 看我的 这样就快多了 仔细看一下墙 说不定有惊喜 不一样的墙 不一样的墙 别急 让我先把盲盒开完 现在让我看看 不一样的墙 这不都是一样的吗 还说什么不一样的墙 不过 还是让我发现一个不一样的 这里有个两分豆 一直刷信 不过这个作者是个老六作者 这总不能直接让我通关了吧 不是啊 真能通关啊 真是太难受了